OdioJungle 而环保部门为置物达标兵凡造假 近日有宁夏民众在微博爆料指宁夏石嘴山环保当局为改善环境监测数据用物炮车进行干扰 却没想到将环保局大楼喷成冰雕引发热议 1月20日一张环保局大楼变冰雕的图片在网络广泛流传 Aspiugo等于WiadoWadsbygoogle 图片显示一辆喷雾一尘车俗称雾炮车 在夜间堆住一栋写有环保二字的大楼喷射水雾 事后大楼外面被厚厚的冰层覆盖窗檐和门厅结霜 地上到处都是鸡冰堪称冰雕雕大楼 有网民透露事件发生时间 在2017年12月上旬 该处为石嘴山市环保局 因楼内设有国家环境监测 网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点 有人为改变环境监测数据 出动物炮车向大楼喷水雾 不料那基天液煎气温低 已经达到零下十度左右 物炮车操作人员用力过猛 把大楼喷成冰雕 事件发生后 石嘴山市环保局事后一度否认 强调指示水管坏了 且已事发一段时间 随后宁夏环保局 16日承认事件属实 称大 无口区环境内生管理站 上月2日利用物炮车置屋 其工作不规范 干扰了正常监测 已对两名负责人做警告处分 事件引发网民热议 有网民表示 造假过火了 打脸 这样的行为明显不是第一次了 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Aspigo 等于 Wiado ABSBYGOOGLE Bush 事实上 大陆环保部门环境 监测造假案例 近年来层出不穷 2017年陆媒消息指 江西省新渝市和河南省信阳市分别 有物炮车在监测器采阳后附近工作 令监测点无法取得准确读数 中共官媒也承认 在过去四五年中 各地方官员曾以各种方法干扰监测器读数 营造置屋达标的效果 如为了空气质量过关 有地方环保官员采 取用棉纱堵塞采样器 干扰监测站的数据的方法 还有的将监察点设置在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公园里 除了上述方式 中共政府还在北方的区墙推煤改气 煤改电 用天然气货电代替烧煤制屋 一刀切的将烧煤锅炉全部捣毁 致使在初冬季节全国四十多莫民众 因天然气供应不足受动 甚至出现老人被冻死家中 学生操场跑步取暖的场面 转载请著名希望之声 请不吝点赞 McCloud